好 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辭世之後 其實各國的政要也都紛紛的表示哀悼 那麼在香港 因為過去香港 其實也是受到英國的殖民 甚至那時候當地人還稱英國女王 她是仕頭婆 也就是老闆娘的意思 那在她過世之後 其實這個政治氣氛 因為在香港相對來說 還是緊繃的 所以香港人多半是在社群媒體 或者是街頭來低調的紀念 那當然因為現在中國大陸 他們對於這個香港任何和國外勢力 可能會串謀的政治行動 都是格外的關注 對英國來說 他們也不希望香港 沿用英國相關的象徵 而對中共來講 也竭力要消滅港人對英國的記憶 所以有些香港人 他們就在網路上留言了 說這個相對來講 一個是建設香港 一個把漁村變成國際大都市 而另一部分卻是一個破壞香港 一個把國際大都市變成漁村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